你好 台长 台长辛苦了 我想请帮我的孩子看一下他的健康 是2010年疏忽的 2010年疏忽的 这孩子啊 要记住 这个地方啊 有点问题 他是怎么了呢 他是神经啊 神经性失控 我看他神经性失控 实际上就是有灵性在他身上 一个小灵性压迫他神经 这孩子有时候多动啊 你听得懂吗 对 不停的动啊 是的 鼓掌 然后我们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 你不念经 只能放点醋 放点糖 凉拌 我们有的 有的 有念经的话就有救了 就是想请台长来 就是指点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告诉你 你这个孩子 现在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如果你不赶快把他请走的话 我告诉你 你孩子以后 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强迫症 这样 那请问我们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先取840张 很厉害的 他这个毛病很重的 你听得懂吗 他这个灵性是哪里来的 我就是可不可以 他要叫我看灵性 灵性不就像聊灾里边的鬼一样的 就是一天到晚叫台长 看灵性 看灵性 叫你们看聊灾你们敢看不拉 看了晚上叫都不要睡 天天叫我看 你们看见 台长多苦啊 真的 你知道一个鬼老看在我面前 游晃游晃 如果在你们面前游晃游晃 你们怕不怕了 你看我就没办法 只能给大家看 这么远的路 跑着来看你们 你们还不度鼓鼓掌 谢谢台长 那一个是小孩 是你打胎的孩子 我真的没有打过胎 但是我妈妈那个 你怎么这么傻的呢 你只要 还要我讲吗 夫妻当中只要吃药 就会死掉很多 听得懂了吗 还要我讲吗 你自己想一想 很长时间不正常了 突然之间来了 那就是一个孩子啊 这个也算 那你们刚才不是有妇产科医生吗 给他解释一下 你去问问医生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已经怀孕了 所以他不来不正常 等到突然之间 很长时间来了 听不懂啊 这样 好了 给他念经吧 那请问一下 我还想 还有一个 是你妈妈的 我不知道是你的哥哥 也是你的弟弟 也不知道你妈妈的弟弟哥哥 一个叫舅舅的 过世的有妈 在他身上 对对 我妈妈有 有兄弟 就不带了 生下来以后就 看见了吗 就这么两个灵性 可以搞到你儿子 像猴子一样上窜下跳 听得懂吗 那这样我们就是 平时还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呢 功课们大悲咒 心经礼佛呀 多少遍 每天 心经最好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十七遍 礼佛念三遍 好吗 多给他念念解节奏就好了 然后一共要八百 对 慢慢念 八百多张 你不可能一下子念好的 你可能半年了 或者几个月了 但是要天天讲 我在念 我在念 听得懂了吗 还有就是因为写名字嘛 他是在这边出生的 护照上是英文的名字 但是我们平时叫他是叫 中文名字 叫小明 那那个某某某的药金者是 他叫William John 那么就叫William John就好了 就是护照上的名字 护照上的名字 William John某某 Peter 王某某 都可以的呀 好的 啥姑娘呢 两个一起上 明白吗 一起写什么 误音文名字 中文名字一起来嘛 行 好吗 好 然后我再问一句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 再一个很短的问题 就是我们家的佛台 我想请台长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摆的 合不合适 摆的是合适 但是在佛台的右边呢 有一幅画也不知道 有个阁楼 也不知道上面掉个什么东西 对它有压迫感 最好那里贴一张山水画 哦 佛台的右边 听得懂吗 你面向佛台的右边 好的 明白了吗 好 谢谢 我看你家 不是太大 明白了吗 好 弄得也不是太干净 你可能没精力弄 家里脏脏的 而且沙发上堆的都是东西 窗户也不大 好 谢谢台长 谢谢 厨房里 厨房里把刀要藏好的 刀是属鹰的 用完了之后 一定要放在抽屉里的 明白了吗 嗯